他說現在針灸是否需要去推揚呢? 針灸是不可以隨便做的 因為我們醫學有九種方法一種病 很難用一種方法去治療 可以用九種方法入手 但中醫針灸是用微型神經 神經是難知道哪個醫生厲害 你也不知道哪個醫生厲害 如果在香港來講 我知道馬剛明是回教徒 他美國醫學博士 回到香港接收了老爸 他老爸是幾代針灸醫師 在銅鑼灣那個禪工大廈 我記得現在沒有做那個教育 他專醫鬼佬的 專針鬼佬的 很少中國人幫助 但我真的有功夫 因為他早傳的 但其他那些 我以前有一個死了 去了美國 即逢藝 針灸最厲害就是韓國的 我們看大長金那些 針灸 不是 針灸是韓國這個中國的 他最多下四針而已 中國那些真的下很多針 我做過搜尋的時候 我到處去訪尋這些人 看誰厲害 我說為什麼你這麼多針 他隨便有針中 死不死 拿來搞那些人 因為我們去韓國的東寶醫鑑 是我們在明朝失傳了的 被韓國拿了的 在某方面 他們的越位比中國還準確 現在你走去 如果你的老人街 有些腳按摩機 現在你走去 Tides Square八樓 有部新加坡出韓國的腳板按摩機 有貼的 那個越位用得很準的 因為我做很多研究 逢是香港有些什麼人厲害 我就試他的 所以他的針灸 就要你找到真理名師 如果你認為比較保守一點 穩固一點 你就去浸會那些中醫門診 起碼有些大學教授 back up他 是不是 還有去那個理工大學 那個中醫門診 他有大學教授比較穩固 你其他在國內下來的 我們不敢說別人 但是你不要碰撞了那些 赤腳醫生 你就慘了 庫存的 現在很多外面在那些中醫